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害怕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今晚肯定不吃了 就这里边也没有个主语啊 我感觉从他宣布减肥开始 在家吃晚饭这件事就不合法了 我吃点东西不封给他 他就生气 封给他 他就吃完了 再跟你生气 为了不让他生气 我得天天晚上陪他吃减脂餐 我哥一百出头的人吃减脂餐 他减肥一段时间下来 自己没瘦几斤 我受脱象了 有一次他坚持了半年 我坐地铁都个屁股了 而且那个减脂餐也太难吃了 我吃过一个最难吃的减脂餐 叫杰森面包 你们吃过吗 没有 不要吃啊 干吃小麦都比他好吃 给我搭配一些什么玉米 生菜 还有一小条少得可怜的鸡胸肉 你们看这盘东西不觉得奇怪吗 就我们为什么要把鸡的食物跟鸡摆在一起 你想吃鸡没问题 好歹等他把饭吃完呢 我天天吃这个鸡饰料啊 不到六点就给你饿行了 起来我啥也不想干 我就想打个名 他捡到后来减脂餐都不点了 开始自己研究做饭 主要我俩也不会做呀 不上网查一下 我俩连煤气罩都打不开呀 有时候站在厨房里我都恍惚了 我感觉这哪是我们两个人在做饭呢 这不就是百度在做饭吗 做完饭我一看那个搜索记录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锅盖怎么煲汤 猪肉炖粉条可不可以放牛肉 问到最后算法都觉得没有问题了 给我俩推荐一些相关链接 警惕这几种食物一起煮会中毒 我们俩做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上那个教学视频呢 经常是我在这边还没把鸡蛋炒至蓬松呢 他已经捞出去备用了 你很难follow他 exactly啊 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全是我这种选手 问老师 啥是炒至金黄啊 我这都黑了半天了 啥时候变黄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我说他怎么能捞出去备用呢 怎么我这玩意全沾锅上了 我们俩做完饭味道放在旁边 咱都不提 锅害能不能要都得随机应变 我涛哥aka不沾锅终结者 一个拿不沾锅能给你做出锅贴着女人 那个糖醋小排给你做的 都拔湿了 下锅之前十块小排 一顿操作之后 给我端上了一块肋骨 他这个人越不会做饭 做起饭了还越自信呢 之前我妈从东北 给我进了一根雪肠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她都没见过 怎么敢去动手的呢 我家来个朋友之后 她非要露一手 打开冰箱 特别笃定地跟我说 你一会儿去菜市场 给我买个乌龟回来 我今天我给你们整个雪肠龟 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 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 但这个雪肠放到锅里边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熟没熟的方式 就是尝一口 但是雪肠的构造是 小肠里边包着猪血 没煮熟之前都是液体啊 我是一把没拦住 他抄起菜刀 上去给雪肠扎着个眼儿 那根雪肠瞬间变成一把水枪啊 照着我脸一顿秃秃 我没想过我能被一根雪肠打得 我睁不开眼睛啊 我拔嘴就往厨房外面跑 我朋友看着我跑出来都惊了 他说你俩做个菜怎么炒成这样啊 还没等我解释呢 我涛哥浑身是血 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 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跑啊 他跟我说 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 哥哥杀我 不是要当我面杀吧 我这么一致信 劝我朋友留下来吃饭了 还好我嚼了两粒 我的一达无糖口香糖 致信谁嚼谁到 他说不然你也给我嚼两粒 你的一达压压压惊吧 不然我也没法相信 雪肠规它吃到菜啊 但是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觉得 做饭好不好吃不重要 一日三餐最重要的 其实是中间的两个人 谢谢王涛 我是邱锐 谢谢邱锐 三 二 一 请投票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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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把华姐都给蒋站起来了 对 我从家老师直接蹦上低了 直接听着都给教了 加油 加油 你们好 我是秀瑞 比到最后一轮的主题是最后五分钟 我想说 收到这个主题时候都懵了 这一轮不比稿子比一严了 是吧 最后五分钟我想活着 我仔细想了想 来青岛也快四个月了 离开之前非要留下一句话 可能就是 为什么你们这儿没有飞行车道啊 怎么人人都能开得起汽车呀 我太爱骑电动车了 我干透口秀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电动车 那个时候在马路上骑车还挺难的 一个非机动车道上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有那种老年代步车 他也不上个牌照 玻璃上贴个 接生着用就上路了 接生着用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特别朋克的大爷 他左边贴着接生着用 右边贴着勇闯丝绸之路 不是大爷 你生着搁哪上学呀 斯托岭吗 我更不能理解那些在马路上健身的兄弟啊 为什么骑个自行车把安卓台那么高啊 就我骑个破电动车跟着到后边啊 你感觉他屁股都贴在你脸上了 这哪是人的知识啊 这不就是一匹马吗 有的时候都忍不住 我都想冲上去拍他一下 好一些动手能力强的兄弟啊 开始自己动手创造交通工具了 我就见过一个大哥 给自己滑板车焊了个转 主要这个大哥二百多斤了 整个肉就把车包起来了 那辆车怎么形容呢 白胖白胖呢 我从远处看着他 我感觉一根筷子 插着个馒头就像你飞过来了 而且你骑电动车 特别难用手机做到行 只能把手机揣在兜里边 拿着耳机听那个语音到行 我骑着骑着就会从耳机里边传来 以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不是我偏离的时候你哪去了呢 我在北京只要一上那个西之门的一郊桥啊 没有半个小时我下不去 我每动一下他就给你规划一下 给你电动车的规划没电了 开始给你规划步行路线 你们玩过那种迷宫尺子吗 就里边有小钢球那种 我在丽交桥上面啊 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小钢球 我只是想回家 但总有人给你规划路线 但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那种自由的感觉 我可以一边骑一边唱歌 我根本不用管路人会不会骂我跑调 因为他们那个脏话呀 根本追不上的速度 但是电动车没有电 它会用非常慢的速度行驶嘛 有一次我那车就在下雨的时候没有电了 那个速度慢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吧 我在大雨中检阅这座城市 五分钟过后给我短裤都交湿了 我看我旁边骑共享单车的大哥们 刷刷过呀 回头盯着我 这不刚才唱歌跑调那个吗 我觉得我们透过去的演员都喜欢电动车 也很像电动车 自由接地气 也是唯一一个还能在城市里名离的东西了 虽然续航差了点 但多充几十电也能骑得很远 我这不就骑到总决赛了吗 谢谢你们 秋瑞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呀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得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哟 带孩子 这来的 来吧 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当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尘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得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奶茶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里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 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那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她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她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儿到底能偷工捡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拖鞋它能有多难穿呢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她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拖鞋 你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防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 我都能走上去了 当也不敢真往上爬 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 我买了这双三块九的拖鞋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 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的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晚步都七块九了 稍晚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 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现在点外卖吃个烤冷面 七块钱他都提示我 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是怎么想的 认识我这啥就玩屎推啊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地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脱口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 被这个算法推荐 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有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为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出来拿不着 脱鞋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泳裤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吃谢谢你们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段挺好 完了完了完了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送给邱瑞 眼泪给我消出来 哇塞 邱瑞这这段声音太逗了 好好啊 回头能不能把那个脱鞋的便捷 推一下 我觉得我太好奇了 不是你当时说那个什么脱鞋 露一栋 给脚拔罐 我太炸了 我发现邱瑞的段子 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 那个之前45度那个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这个踩到 这个吸盘太搞笑了 但那个脱鞋我在 那个洗澡 那个浴室里真穿过 很疼 吸得很疼 所以 我没有公平 我感觉脚底板开始疼了 你会看直播买这些 大七八八的东西吗 我看 但我不买 我经常看那 就是那种爸爸衫 一弹一弹的 爸爸衫 这玩意儿还有名字呀 爸爸衫 什么叫爸爸衫啊 爸爸衫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 爸爸穿的那个 爸爸穿的Polo衫 很弹 因为那个都是剧台 但是所有的模特 都是有点中年发福的父亲 在这儿表 不是 那个东西能装好几个父亲 但是 有意思 杰哥呢 杰哥买过什么来劲的吗 直播 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东西 我怕点进去 就是说 张杰你进来逛了 就很奇怪 你不会改个用户名吗 你是怎么写的 我是张杰 我唱我逆战 我不知道吗 因为我只有那个号 你就不能用谢那的号吗 不是 上次我刷那个某音嘛 然后我就刷刷刷 然后我在做造型的时候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点进去了 然后里面就说 欢迎这个叫 杰森张杰的 我说你怎么谁在叫我 但是我虽然没有买过 但是邱瑞我很喜欢 完全能共鸣 他那些画面 你们好 我是邱瑞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他每句话都想嘲讽别人 是吧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 在互联网时代说这句话 我真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了 现在想这样网上快乐一会儿多难呢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切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嘴边听段子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旦 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两个小时 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 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框框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 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雷尸边吧 他跟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啊 感觉他们的服务中止是 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冲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 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凉茶也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啊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儿去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 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 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 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计了 直接投案自首吧 这火锅我们警察那边管购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五个小时的广告吗 十块钱二十包纸巾的那种广告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十块钱十五包 再送你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二十一包 脑袋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正确也写一个 谢谢你们修瑞 谢谢你们 谢谢邱瑞 三 二 一 请锁票